昨天又有一隻鼓宣佈了業績 這隻鼓是很低調的 什麼叫低調呢? 電台的人都不說 主持人都不說 網紅都很少說 打電話又去問股價 聽眾又不問這隻 但是它是一隻我認為是很優質的收息股 這隻叫548 548就是深圳高速 深圳高速在香港上市了很久 應該差不多是第一批中國的道路股 來香港上市 現在很厲害 可以做生意 連胡英雙先生那隻合我公路 現在的路都合併了 它應該是廣東省的路去玩了最旺的一段 它的走勢是怎麼樣的呢? 它的走勢是金融海嘯之後 走一條很健康 相當健康的慢慢向上升的軌跡 這裏有一期就是疫情 那些道路都沒有生意的 就減了派息的 最近就宣佈了業績相當之好的 派息是明顯增加的 它昨天收市價是7.8 這隻股不是那麼多人注意的 可能它的好處和它的利益 都未被很多人發掘到 那它的公佈就是 營收的生意額 每年就增加了35% 純利就增加了26% 也挺厲害的 每股收益1.1% 每股收益都很不錯的 末期息就派6.2人民幣 去年就派4.3人民幣 去年大家都知道 疫情那些車輛 道路使用的收費都是不好景 今年就明顯復甦的 昨天收市價是7.8 如果這個62分 就轉為港幣計算 就是7.6人民幣 派息率是超過9厘 超過9厘 又沒有1分 超過9厘 都是非常之好的 業務理想的原因 它自己說 它的報告 有一個很多實頁的PDF 現在在網上 剛剛投了出來 我沒有空去看它 它主要說幾點 第一 它真的說疫後有復甦 第一件事 第二 有條新路落成 新路落成 叫外環高速 第三 有一個電廠項目 就是 有貢獻 開始對盈利有貢獻 所以造就了它 今年明顯派息 近四五年來 最多利息分派 十五年來 收息 四個二 幾好 四個二 七個八人錢 一股收到四個二 十五年 十年收息 三個半 三個五毫七 如果你持續十年 一半股本也回到頭 你拿錢鋼入住這些 對一對比 都一整 十一元 現在每股 荷包也十一元 本年度 派息明顯增加 這就是低調的 小人評論的 小人問股的 優質收息股 什麼叫優質收息股 優質的意思呢 就是 每一期都有的 生意好也好 不好也好 它都是按著一條 一個formula 就是我派這麼多 %的利息給股東 有大灣區的概念 地理上 如果大灣區的路 慢慢人多車刀 這間公司是有 業務擴展的概念 我覺得現在這個階段可以進入 因為疫情那一刻 調整得比較深 而且它的走勢還沒有破壞 還是一個會緩慢 向上升的軌跡之中 具有total return的概念 除了收息之外 股價也可能有賺 所以跟大家說說這隻股 我有的 我少量的 連回應商那隻股我也有的 後來賣了給他 回應商 回應商有4.8收購 我賣了給他 那隻股現在 現在又開始顯現到 投資的價值出來了 5.4.8收購 買少少幾好 除了銀行股有息收之外 這些長年也有息收 所以就在這裏講講 大家未必留意到這些股 好看 我們會看到這裡 感谢观看